雷宇峥 不要走 许鸥小姐 那天记者拍到你晚上没有回家 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如果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 有了关于未来的计划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雷宇峥是不是你男朋友 请回答一下 你们现在回答一下 你们现在回答一下 什么时候跟人交往呢 我什么时候跟人交往呢 是啊 你说一下 我要 hoe我家人交往呢 忘了抚了 我为什么要去带她 现在回答一下 我得到她 那等会儿 我拍个隙子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给四季打个电话吧 你给四季打个电话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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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 你醒了 刘总 怎么是你啊 我听说你病了 马上过来看看你 你啊 工作太拼了 来 我来扶你 我来扶你 真不好意思啊 你看 你工作也挺忙的 还麻烦你 都是老乡 干嘛这么客气啊 让我来 扬一下体温 嗯 一切正常了 回去好好休息 不过呀 可千万不能太劳累了 好 护士小姐 嗯 那我是不是一会儿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行了 让你男朋友去把费用结一下 就可以出院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别动 怎么 还怕我替你垫付吗 回头你再给我不就是了吗 啊 谢谢啊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不错 昨天啊 在这儿守了你一个晚上呢 要跟他也一遇事 我也睡觉 早安 severity 叶哥是吧 赵老爷 来 走一个 干了啊 兄弟啊 我老爷平生就是好打包无凭 今天的事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别看今天我帮了你 这以后哪天指不定你就帮了我 兄弟 你是不是认识我呀 认识你 我跟你讲 我这些年一直在东南亚做生意 我今年刚回国 我说越南话的时间 比说中国话的时间都长 你要非说我认识你 那你肯定去过越南 越南 怎么不信啊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两句越南话 你才信呢 逗你玩呢 兄弟 你什么人呀 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呢 来来来来 我敬你 我敬你 你这个人 第一个人